这是张伟丽出道至今被打最惨的一场比赛 他被对手一拳打倒 之后又被一拳打飞三米远 全程被追着暴打运抗对手200多拳 宜良也被当众打断鲜血狂流 赛后被打得鼻青脸肿 当着记者的面罕见地哭着诉苦 他到底遇到了怎么样的对手 竟然被打得如此狼狈 原来他的对手是有巴西非寡妇之称的 玛丽丽亚桑托斯 为了击败张伟丽 他不仅练习了针对性物训练 更整整备战五年 在这五年时间里 他挑战了世界各国的补监拳手 并且无意败己 就在他无人能敌的时候 他竟然公开叫嚣张伟丽说 张伟丽为了这一天我准备了五年 希望你不要做缩头乌龟 这次我不仅要打蛋 更要打得你永久退出拳坛 下辈子在医院堵 面对打到家门口的巴西拳手 张伟丽并没有胆怯立马应战 并且他还扬言说 要让一切来划嚣张挑衅的 外国拳手都付出惨痛的代价 为了能赢张伟丽 卑鄙的巴西拳手赛前 竟然恶意操纵张伟丽脸色亮起 最后裁判给了他一个黄牌 好的了废话不多说 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张伟丽的勇猫 请大家长按三秒点赞 比赛正式开始 红色拳套是中国拳手张伟丽 蓝色拳套是巴西拳手桑托斯 在不清楚对手攻击路线的情况下 张伟丽只是连续的抵扫试探 桑托斯并没有客气 直接就是重拳出击 多一些啊 是因为发神连工吗 应该是 你看手很长啊 对 而英姬也不错啊 手的攻击范围很长 张伟丽 小心 这个拳的攻击范围是很大啊 对 要注意对手大赢击这个 哎呦 你看同时出拳的话 对方是先能打着啊 对 对 张伟丽多尝试一下 提前腿内侧 这样还能控制距离 人呢 你看这个拳啊 就不太像我们以往看到大多数的这女子选手那种力道啊 对 确实很足啊 张伟丽一记扫提被桑托斯接腿摔倒在地 他上前准备攻击的时候被张伟丽一脚踩开 带劲的摔 确实是很长啊 哎呦你看 这手长脚长啊 很明显啊 对 张伟丽不要跟对方换前手 没有意义 好漂亮 双方完全没有进入地面缠斗的一次 都想在战力队拼中配欧对手 但是面对双方实力都相差不大的对手 他们都没有占到太大的优势 不要吃对对手的直线啊 对 对手注意 对对手的后手拳也威胁性比较大 对 对 对手还击的速度也很快啊 对张伟丽在进攻的时候前手掉的有点低 真是这个臂展有很大优势 对 对 我觉得张伟丽还是尽量前腿内侧 对方的前腿内侧多踢 对 对方的拳发力也很整 嗯对 要不是这两个女子选拳 男子比赛 那个味道 对 拿好防御啊 一定要拿好 因为很可能对手会 我硬施你一脚 然后还你一拳 对 就打你这个云姬 对 你看你看这方啊 你看果然就这意识啊 哦 注意 小心啊 很实 手臂实在是太长了 对 张丽在判断的时候就会有问题 因为他在判断 对手还要想到自己的反击 对 双方在这个整个的长度上有差距的时候 对 哦漂亮 哎 哦 进入到这个位置 对方的头啊 被自己的肩 被自己的肩防得不错 对 张伟丽不是 张伟丽战架还是不太一样 偏正面一点 对 哎呦 这个拳吃得很硬啊 嗯 还好这次张伟丽整个就是抱着防守比较严密一点 哦 低操 哦 哎呦 小心 哦 这个拳真好啊 对啊 把自己这个身材的这种优势完全给打出来了 看这个桑托丽的腿上这个小动作也有啊 一直吃地扫 稍微一扭膝盖 对 张伟丽再次一记扫踢被桑托丝接抖 然后一记直拳把张伟丽打飞了出去 桑托丝紧跟上前攻击 张伟丽被桑托丝一记重拳打破 桑托丝赶紧上前猛攻 这是比赛时间到 张伟丽因此躲过一击 要不然后果真不敢想象 后手真的是很可怕啊 对 而且攻击距离真的是很恐怖 你看 后手直线往前打的 也有轮摆的技术 都有啊 从外侧直线都有 这个距离 哎呦 这个距离控制的太远了 对 比赛进入第二回合 桑托丝的实力真不是一般的强悍 由于必长的优势 在战力对拼上张伟丽没有占到半点优势 要看看能不能把这个 如果纯打战力击打的话 要把距离再缩短一点 对 你这个距离正好是 在对方出拳的距离的话 你往后躲 你觉得你是安全距离 确实不安全 对 这就很可怕 你看这个前手 前手刺拳 太长了 对 而且对方往前送腰动作 送的也很标准 继续 不要用面子打他 此时张伟丽笔梁已经被打断 笔血直流 反观桑托斯表面并没有明显的伤势 让张伟丽进来这种距离啊 小心啊小心啊小心 这种不要提拳对 呃 好 在龙边 小心啊 小心 快 不要再换前手了 对 张伟丽的头部啊 就是有点不太 对 看看有没有肘 张伟丽也比较愿意用肘 第一面的垂直 第一面了 看看啊 这个桑托斯双手传得很紧 对 注意啊 好 地面杂鸡 对 呃 小心 桑托斯也有肘啊 看看能不能压进去 可以甩开 哦 张伟丽现在有个鼻血啊 对 对 影响很大 张伟丽再次把桑托斯带入地面 桑托斯紧紧的锁着张伟丽的脖子 不仅控制张伟丽攻击 也试图对他裸脚 哦 双手还搭了扣 但这个位置应该还好 哦 对 呃 呃 但是 他张伟丽想撤到侧面 看 有一定优势的话 这个动作也会 哦 一定要把腿抽出来 对 对 压头 找机会抽腿 对 右手用肘 手机 腿抽出来了 好 侧面 对 张伟丽摆脱桑托斯的控制之后 立马拿到了他的骑程位 对着他就是疯狂的肘击 桑托斯被打只能抱头防 肘尖砸得很深啊 在连续的肘击下 桑托斯很快没有了动力 裁判紧急上前终止比赛 此时桑托斯躺在地上双目 紧急浑身抽搐 张伟丽成功地完成了逆袭 持续了大概有五秒钟时间 没有动作 把肘尖砸得很深啊 对 所以说我们刚才说了 一个选手你要整个的度数能力 一定要动很平均 桑托斯不能在这个时候不动啊 这个很遗憾因为优势很明显 对 持续了五秒钟抱头 几乎是没有 只有防守抱头 只见桑托斯眼脚下 被张伟丽打出了一个鸡蛋大的血泡 为这个地面砸击啊 这个整尖砸得很深 好漂亮 骑上去了 在吹击 连续的吹击 整尖砸击 整尖砸得很深 最后张伟丽获得了比赛的胜美 嚣张的巴西拳手终于见识到了张伟丽的强悍 他也为他的嚣张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大家觉得这场比赛张伟丽表现得怎么样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见